作者尔雅由质地有声制作 第九百二十二集 记忆中的阁楼 听了展昭的问话 众人面面相觑都表示 听说是死了自杀的 是不是自杀总得让武座确认过 开封府以前的武座呢 展昭派人一找 有人来回话 以前的武座年纪很大了 前几年过世了 这不对劲啊 去西山山澳里面挖坟吧 公孙拿着铁锹就跑过来了 众人盯着公孙看 照谱看了看天色 这月黑风高的跑去山澳里挖坟 兴致真高 正说话间 门口有个守卫跑进来了 展大人 哥大人来了 这大半夜的 哥青怎么跑来了 照真让他传话吗 没会儿 哥青跑进来了 穿着一身便装 手里拿着个篮子 看来今天不当班 哥青跑进来 将一大篮子糖炒栗子 放到了桌上 吃栗子吗 我奶奶给的 大半夜来送栗子了 对了 外头都在传 说金家少奶奶回来报仇了 让知道当年金家面暗的赶紧来开封府 不然有性命之忧 有来的吗 众人都看欧阳 手脚够快的呀 然后呢 你大半夜跑来就是问这个 嗯 我刚才在路上听到的 本来我都睡了 正做梦呢 被我奶奶叫醒了 今天我休息 在爷爷奶奶家吃的饭 众人都微微一愣 哥青爷爷家就在西山对过 之前众人还想着去拜访 看看能不能问出什么线索 一忙给忘了 哥青该不会是送线索来了 你奶奶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呀 嗯 我奶奶刚才说啊 她前几天真看见金家孙媳妇了 这话她下午吃饭的时候说的 爷爷说她做梦说胡话 我也没在意 不过刚才我睡得挺好 被奶奶推醒了 她大半宿都没睡着 说她肯定没看错 你奶奶在哪儿看见她俩的 在家里啊 哥青一句话 众人倒抽了一口冷气 当然 那俩人是没去我家 哥青对展昭和白玉堂招招手 哎 你俩闲着吗 闲着去我爷爷家走一趟 带你们看看就知道了 这玩意儿要撞撞看 没准今晚也能撞到 展昭和白玉堂点头 跟着哥青出门 准备去撞鬼 天尊和婴猴早就睡了 就无疑或白天睡饱了 晚上睡不着 于是也跟着走了 龙桥广左右看了看 眼前三个选择 要不然睡大觉 要不然看公孙他们摆尸体 要不然去见女鬼 于是啊 广烟乐呵呵跟展昭他们一道 撞女鬼去了 展昭他们跟着哥青来到了 哥将军的宅邸 哥府上下多半的人都休息了 老将军也睡了 将军夫人倒是没睡 老太太披着剑披风 正在客厅坐着呢 展昭等人挺不好意思的 人家一把年纪了 还大半夜不睡帮着查案 不过老太太确实很精神的样子 看看展昭 又看看白玉堂 看人的时候凑得可尽了 这样还把展昭白玉堂给搞混了 众人默默地看了哥青一眼 你奶奶好像眼神不是太好的样子呀 所以他说看到谁 我爷爷都不相信呀 展昭福娥 来的时候期望很大 这会儿只能打个对折了 哥青让他奶奶赶紧睡觉 接下来的事情 他带着展昭他们去就行了 老太太还挺不乐意 不过后来还是被丫鬟们哄走了 哥奶奶临出门正好跟吴医霍打了个照面 就眯着眼睛盯着病书生看了起来 那样子也是要贴上去了 那么眼熟啊 这是公孙先生 是吗 怎么变样了 哥奶奶歪着头打量着吴医霍 吴医霍也盯着他看了凉酒 最后淡淡的笑了笑 哥奶奶就呆了 随后哀呀一声 赶忙就往外跑 嘴里还喊 哎呀 老头子 老头子 众人都不知道出什么事了 哥青赶紧让丫鬟们追 一会儿别摔着了 放下突然激动起来的哥奶奶不提 众人跟着哥青到了后院 龙乔广还跟哥青斗趣 好阵子没见了 哥奶奶还是那么精神啊 哎 被我爷爷宠坏了 从小时候就宠起 七八十年了还没变 果然是痴情肿啊 吴医霍是自言自语 哥青却是听到了 好奇看他 哎 你知道我爷爷奶奶是青梅竹马啊 他俩的确从小就认识的 据说八九岁就定终身了 展昭和白玉堂默默地对视了一眼 好走啊 如果是你奶奶看到 那希望渺茫了 我没记错的话 他从小眼神就不好 而且从来认不清人脸 逮着谁就说像谁 捧着月计啊 能说是母的 对哦 不过他既然说了 要是不带你们查清楚 他该睡不着了 熬几宿万一病了就糟了 而且他就算看错了 可看到人应该是肯定的 没准啊 是条线索 展昭和白玉堂也点头 说话间 众人到了院子里 龙桥广一直跟在后头 听得云山雾罩的 等到了院中停下脚步 广爷忽然问展昭 哎 我说 你想无输几岁啊 嗯 展昭朝他看 白玉堂也回头看了一眼 要暴露了吗 展昭张了张嘴 还没来得及说 龙桥广就开口问 都说病书生七八十 他有八十了吗 嗯 有了 他认识葛元呢 还从小就认识 葛元年轻的时候是我偶像军营的 不过他就是个扛齐的小兵 我就说你小巫叔对战船兵器那么有研究 他是不是也在我偶像军营干过呀 嗯 他好像还会射箭 是不是我偶像手下 又将军嗓门都高了几分 那样子 马上要开启画牢模式了 嗯 嗯 展昭这会儿就只会发单音字了 莫名觉得眼前兴高采烈的龙桥广好可怜 要不然 告诉他算了 哎 他见过我偶像手上的纹身没啊 绘画不 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个绘画画的 是不是啊 你说能不能让他帮我画一个呀 展昭很想插句话 但是龙桥广的画匣子一旦打开了 普通人关不上 正这时就听白玉堂感慨 这地方真是不错 展昭这才回过神 和龙桥广一起往前望 就见在园子的正中间 有一处奇景 戈将军毕竟是个武人 就算家中再富贵 宅邸也没什么雕梁画洞 更没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刚才一路走来树是树 墙是墙 假山是假山 梨巴是梨巴 中归中举 又很无趣 然而突然转到这个院子 抬眼一看 却见院中一个很大的水石 池子里一池的莲花 此时已经不是盛夏 按理来说莲花不会盛开 然而此时池中却开了不少 且品种与普通莲花绝对不同 这莲花花叶薄 花瓣上粘着露珠脉络清晰可见 近乎透明 白色 又接近淡蓝 有的被月光一照池水一反 感觉就好像只有半朵似的 仙境一般 有些不真实 花池四周围 两座飞红桥横跨整个池上 像是两道交叉的彩虹 两桥交界处有一座高高的木制阁楼 小楼建造古朴 众人平时也没见过这风格 熟悉建筑的白玉堂 曾经见过这种飞檐的结构 就在魔宫里见过 这座小楼四面敞开 无窗无门 四周围挂满了花架 摆放了许许多多的花盆 而花盆里种的是檀花 此时正值深夜 那一株株罕见的真品檀花正在盛放 四周围幽香阵阵 与古朴的甚至有些呆滞的窄底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阁楼设计精巧 楼上还有小水车和饮水的槽 水流自上而下缓缓流淌 浇灌花盆里的昙花 同时形成了木墙一样的水帘 美不胜收 众人有那么片刻是呆住了 除了展昭 这个塔楼 这个池塘 展昭见过一模一样的 不过不是真实的 而是在一卷画中 他小时候在无疑惑的书房里看到过一幅画卷 画卷上就是一座这样的阁楼 展昭看画卷的时候 让红九娘发现了 九娘赶紧将画卷藏了起来 别让那并包看到 不然他又该吐血了 红爷 这是什么 并包以前家里后院有一座 一个傻瓜盖的 这是那傻瓜画的稿 后来那宅子一把火烧了 傻瓜画画还那么好啊 干嘛烧了呢 多好看呀 咱们再给建一个吧 九娘摸了摸小展昭的脑袋 叹了口气 有些东西啊 世上只有一个 没了就是没了 就算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 也没有用的